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事项 多进行深层清洁 定期去搅置 防止毛孔堵塞 长痘 平衡油脂分泌 平时以清洁控油补水为主 可以使用清爽一些的保养鞋 推荐产品 资深糖豪华极佳美 验柔露这款号称是平价版的神仙水 可以调节水油平衡 收索毛孔 同时有着镇静肌肤疾控油去动的功效 所以油皮妹子很适合用油 干性皮肤出油时间 减眠后12小时内不出现油油特点 皮肤毛孔细腻 但在坏季和秋冬时节会感到很干燥 容易出现脱皮 长皱纹以及斑点的情况 缺水时容易出现皱纹 但是很少会长粉刺和暗疮 在肌肤缺水的时候 用手抚摸肌肤会有细纹出现 注意事项 干皮在平时应该使用比较温和的产品 避免风吹日晒 不然干性肌肤的皱纹长得会很快 护肤品可以选择比较滋润的产品 像面伤之类的 以保持肌肤的水分 从而防止皮肤干燥紧绷推荐产品 酸甜要装满油霜 大家都知道酸甜的面膜保湿性能很好 这一款满油面霜滋润度也是真心棒 性价比很高 打开后是淡黄色透明壮致的 很温和细腻 虽然这款很滋润 但是完全不会有油腻感 干皮梅子可以放心使用 中性肌肤出油时间 切面后油到8小时后出现油特点 如果你是中性皮肤 那么恭喜你 你简直就是上帝的宠儿 这是一个稍有皮肤问题的肤质呀 干搞油泥统统与你无关 虽然在换季的时候也会觉得偏干 下季会有点干油光 但是这种状况和干皮跟油皮那个相比 简直不值得一提好吗 注意事项 作为上帝的宠儿 中性皮肤日常保养得好的话 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要注意给肌肤基础的补水和营养 帮助肌肤干燥和衰老 从而转化为干性皮肤 推荐产品 欧体力葡萄子喷雾 这只喷雾有淡淡的葡萄味 闻起来很清新 喷出来的水雾很腻很细 能使皮肤的湿润度保持很久 中性皮肤的妹子用它就对了 敏感性肌肤出油时间 没有特定时特点 皮肤较薄 角质层脆弱 稳度变化时过冷或者过热 都急易发红 发热 脸上一般有较多的红血丝 亦受环境季节变化和使用产品的影响 出现肤色不均 脱鞋 皮肤紧张等等问题 注意事项 敏感性皮肤和其他皮肤相比 要脆弱很多 所以在护理方面 要格外地加强重视 因为角质层毛 所以千万不要经常去角质 在进行护肤体选择时 最好选择温和成分的护肤产品 并做好保湿 平时注意休息 推荐产品 ID Allogic 舒缓精华喷雾 喷雾很轻盈 喷得脸上像羽毛一样细腻 有着很好的震惊皮肤的效果 水屋很细腻服贴 保湿还不化妆 更重要的是其中含有的药物精华很温和 所以敏感性使用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混合性肌肤出油时间 节眠后二到四小时后 皮肤出油 其余部位正常 特点 这个是典型的药周人肤质 有八成以上的都是这种肤质 而这种肤质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混油皮 就是皮肤部位 有油光 毛孔粗大 容易出现粉刺等问题 而养颊毛孔劲力 第二种是混干皮 常见症状就是皮肤部位油而养颊肌干燥缺水 注意事项 混合性肌肤的妹子们平常一定要多多注意 皮肤的清洁工作和控油工作 保养品应该根据不同的混合肤质来选择就可以了 推荐质品 推荐产品 越是封印小绿瓶精华俗成三秒小绿瓶精华中的战斗机 经典并且持续畅销 这款小绿瓶又在脸上极易吸收 清爽不粘腻 用完后再上妆底妆会更加服贴持久 真的是一款相当完美的底妆产品 好了 以上这些就是全部的肤质分类了 小仙女们 你们是什么肤质呢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变装这样讨论呀